有一段时间没有做过日笔了 其实个人手上数量最多的就是日系笔 这次做一支不算常见也不算罕见的吧 就是写了笔王的KOP KOP就是King of the Pan 这个King最主要就体现在他的体积大 还有笔尖大 当然在价格和做空上面都还算可以接受的 笔王到今天已经有12年历史了 算是过了一轮也可以探讨下笔王各个方面配得上这个King这个称奥布 首先是笔王的一个定位量产器件 基础款是黑色的一个数字材料 不带上额外的一些附加的卖点 这一支是黑色的一个平顶赢家款 也是个人最喜欢的笔王的款型 官方定价是6万日元 然后销售价一般是官价的7折 如果一个二手的话那再打个7、8折 就个人而言 个人会喜欢平顶款一些 因为平顶款尺寸稍微短一点能看到 而且能看到丰富的一个天官上面的一个刻画 笔王的包装是稍微豪华一点的包装 外层是一个纸壳内层有一个绒布的一个扁盒子 写着的可以参考它的定价来看它的一个包装 像大部分21k是比较简单的盒子 也有少部分定价稍微高的21k的特殊款 也是用的这样一个包装 内部的配置就和标准了21k差不了多少 多一块擦笔布而且自带一个吸墨器 从笔盒里头取出来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笔王的尺寸大了不少 当然如果从笔盒里头取出来 一点地方还甚至有一点点卡着 当然这种包装开箱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惊喜 哇这个写了的数字居然是bling bling的 其实仔细看是因为笔盒内的上面写了烫金字 容易掉金粉 所以在笔王上面有点闪 起了其他这种盒子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擦掉就行了 由于这是平顶 所以与常见的149对比肯定要小一点 但是鱼类的笔王其实尺寸会比149长一点点 笔尖的话笔王尺寸也要稍微大一点 当然笔王是属于oversize的笔 但是只是说比较大和艾成压30号压这些笔 其实都还是算小的 此外除了像标准的鱼类平顶造型 笔王还有印象胶的款 然后生气的款 造型上也有一点小区别 然后整体性也更强 尺寸也稍微大一点 平顶的笔王天官上有一个毛标刻画得很精细 笔尾就稍微有一点点素 同时这个笔夹个人感觉有一点点平庸 如果能再多一点点画纹就好了 材料也是写的标准的一个数字材料 用笔普通的21K感觉要厚实一点 但是在防耐刮性啊或者是防毛痕啊 或者是防磕碰或者防污垢 都不算特别优秀 个人觉得笔王有两个代表性的一个笔号 第一个就是笔王环上的名文还有锯齿 这部分其实像锯齿不少写的其他款都有 但是这个笔毛环就不会喧兵夺主 其次就是笔王插拔细摸器的这个位置 精致的螺纹和小齿 还有中间一个细致的一个镂空部分 过渡了三种不同的一个直径 就显得很有层次感 特别是在一些示范的笔王上 视觉效果特别棒 当然笔王最大的特色是其笔尖 笔王的尖会比普通21K的尖还要大不少 光看一张图片的话 如何区分笔王的尖其实也很简单 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就是看花纹 在中间形成一个防锤体的就是笔王 而在大型21K上 子徒是没有这样的花纹的 个人这支笔王买的是B尖 在B尖的笔王上同时具备的比较软弹 而且也具有一个顺滑的特别 如果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的话 个人感觉是没有FA尖弹 但是更顺滑也没有S尖那么软 和30号的尖相当 但是个人感觉比30号尖稍微硬一点点 但是又比上述的像百乐那些尖 下水要控制一点 下水更均匀一些 不容易出现 因为有时候软弹而出现了一个寂寞 而且在纸张的背后也不会出现 因为下水太多所以有点硬的情况 当然有利有比 因为它相对节制一点的出水 所以如果你力气稍大的时候 笔王就很容易写出一个分叉 而且如果你下笔比较重 很容易有一个端末的情况 这方面百乐会好一点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实用的场景 看自己的喜好 如果要说笔王找不足的话 个人觉得三点吧 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写的吸墨器实在太小了 笔王下水会比较是1k大 但是用的还是写的标准吸墨器 其实这个小不只是容量上的小 还要看起来很不协调 特别是你在示范上 示范款的笔王上 这是价格 由于笔王其实不算热门款 所以全新号二手的差价还是有点大 当然如果你是二手买来用的话 那其实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最后就是产量 其实笔王有很多漂亮的限定杆 同时也可以替换写了很多 平用的一个数字杆子材料 但是由于限定款的数量太少了 像金属呀树枝呀 印象胶呀 蒸汽呀这些 还有木材呀都有很漂亮的 但是价格有一点太高 而且数量又有点少 有点太难买了 好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